終於下定決心要挑戰 30天完成30堂課 對上班族的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但是當初就想著說 週一到週五上班時間 如果沒辦法聽到一堂課的話 可以六日來播 想著這個策略應該還可以達成 但是到最後第25天 發現還有十幾堂課的時候 真的是心很慌 極度想要放棄 不過謝謝西平方老師的鼓勵 最後終於還是達成這個任務 我很開心